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台湾从3月中就启动了边境管制 不只冲击到了观光业 以陆客团为主要客群的半首礼民店 业绩也大幅下滑了五成之多 该如何来调整行销策略呢 林耿贤 薛孝安报道 店员中英日韩文多声道介绍商品 大方请试吃 另一边伴手里一箱箱的包装 这是过去维格饼家凤梨酥热销场景 以往靠着大陆来台旅行团 曾一年卖出1300万颗凤梨酥的记录 偏偏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3月中实施边境管制 因此3到7月来台的境外旅客 仅剩下不到9.6万人 人数同比去年少了30倍 加上大陆全面暂停团客来台后 今年3到7月的来台旅客 仅剩下4000多人 因此抢伴手里的荣景已不在 我们主要的小牌是绿豆包 位于台北市西门丁门市 非假日时间只看得到零星顾客 在疫情与境外客断吹之际 维格炳家公布2020上半年 亏损金额达8381万 公司不得不瘦身调整体值 早在5月就先收掉两家台北分店 8月抵赛公告 才撤三间分公司 9月淡水分店也准备歇业 全台剩下8处销售据点 伴手里民店上半年同样都遭遇 前所未有的困境 维格调整销售门市 关闭分公司 准结开支 加德凤梨苏实体通路 业绩下滑4成 旧镇南第二季营收衰退5成 唯一有山丘更是掉了8成业绩 受冻疫情影响 台湾顿时少了许多国际观光客 这对伴手里民店来说 造成不少冲击 因此业者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 在逆势中求生存 亲子英文带动唱 又和孩童说故事 场景是在高雄旧镇南文化馆 有别于一般的观光工厂 旧镇南文化馆定期举办免费课程 让周边居民一同参与 另外也为了宣扬汉饼文化 也有首座DIY课程 因为社区营造也是我们 其实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环 那因为我们其实大节日也都有办活动 比如说春节我们有办写春联 元宵节有办摇元宵 中秋节我们会做月饼 其实都是在服务这个社区 白年老四号饼铺 旧镇南除了喜饼也卖半首礼 上半年难逃疫情影响 虽然目标客群中主攻台湾市场 境外观光客仅占5% 但不少婚礼延期 让旧镇南第二季整体营收 比去年少了五成 最近打算搭着中秋月饼档旗 逆转业绩 就是我们从六月下旬 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 厂线曝光我们的中秋礼盒 很多企业的询问度就很高 那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企业订单已经接 叫去年同级有成长三成这样 中式月饼切开来 绿豆沙内馅夹着黑松露 有着中西合璧特殊风味 另外一款则是包裹着法福纳可可 苦中带甜 更贴近年轻人口味 但两款月饼价格可不便宜 平均一颗绿豆碰 要价台币160元 几乎是两个便当价 主打高端客群 就是像现在下半年的西平市场 其实也已经回温了 那另外其实刚才提到的 我们在做夜合作这一块 其实都有用到我们 就是南的原物料 就是那个绿豆沙蟹 然后也有提升部分的业绩 一页合作也是旧正南近年来的转型策略 靠着品牌原物料供应与技术研发 与酒厂合作推出威士忌月饼 最近还与冰品手摇引牛乳业者合作 推出了联名商品创造不少话题 那个对于我们旧正南 在年轻人的知名度 其实是蛮有帮助的 就是翻转大家对于就是汉饼的 可能印象中是那种老饼店的一个感觉 就会觉得就真的好像编得比较时尚的一个感觉 同样双转型的老字号饼店 还有台中离记 另辟新品牌 卖茶饮也卖双麒麟 加入一些年轻的元素在其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新品牌的东西 它本身不管是它的样子 口味甚至大小 我们都把它做了一些强化 至于另一家排队名店 加德凤梨酥则选择拥抱电商拓展通路 我们目前的话订单的话是九成满单 跟去年比的话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们过观客的话比较占六成 然后台客的话占四成左右 当疫情挡住境外观光客 却挡不了电商发展势头 加德实体门市虽业绩下滑 但和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后 上半年或出的去 电商通路业绩成长50倍 让其他业者也看到市场 其实我们就是目前有跟经销商合作 然后有在中国的一些平台上 有贩售我们的像是比较长效型的商品 包含是凤梨酥 杏香酥 或者枣泥河桃糕 那我们未来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再多 研发一些比较长效型的商品 那我们可能还可以就是外销到欧美的华人的市场 电商固然有庞大商机 但食品新鲜度与赏位期限则是风险 在这一波伴手里业绩衰退的低谷中 各家业者想方设法转型 面对危机也看到转机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电商铁 辑店 缩